好继续来雕刻这个生折的一个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用的这个Carray True比刷啊 就是把那个Alpha给关闭了 这样雕起来的话边缘会很融合 在雕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材质球今天还是使用这种灰度调的这种材质球 观察细节的话会比较清晰一些 画一些那种肌肉上的一些凹陷 这样的话能很好的体现出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节的一个表现 用Carray 三号比刷 还记得用鸭屏比刷 像这几种比刷的话我们来回的切换 我们来看这个细节的细节 我们来看这个细节那种肌肉上的颜色 比刷 这个画一些这种凹陷 然后他这个手臂上那种 肌肉感就体现的比较好 现在来雕刻一下这个手指 先把这个手臂上就是手掌手背的这些肉感给整理一下优化一下 一些地方还是太鼓起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把它压进去一些 像这块鼓点把它叼起来 调整一下大拇指的形状 像这个大拇指的位置我会仿佛的进行一个调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知识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大拇指的真实 所以说我要对他进行一个仿佛的调整 才能去达到我一个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很多东西的话你不可能就是要反复去修改的 你不可能去一次性的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吧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的话 你要进在每个阶段 不同的阶段都要去对他进行一个反复的修整 多么人都要去到你身边的凌产的凌产队 现在是折重在这个手背的这个漏感的这个绘画上 把这个漏感体现了好来 并且像这个手指的骨节的凹陷 我们要把它给做出来 我们可以冻结 单独的形式这一块 这样的话我们在雕刻的时候 就不会受到别的手指的一个影响 比较好雕刻一些 这一块儿是用来的一块儿的形式这一块儿是用来的一块儿的形式 那现在我们把指甲的形状用得罩给汇垃出来 并且对待进行防血 我们把指甲的形状给雕刻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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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现在就是不断的调整一些手指的一些细节 比较微妙的一些关系我们要去反复的去修改去调整它 把这个谷点的一些位置就是直接的一些地方去把它雕刻的更明显一些 ROBERT 現在就掉手臂上的一些折皮的一些感覺 比較細膩的一些細節 我們就把它給雕刻上去 像是比較細碎的一些肌肉感 一點點的把它加強細化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角色的一個精細度 完成度慢慢的提高 這個細節的一個雕刻其實是無限制的往下延伸的 說你可以無限的往下去刻畫細節 當然這個東西的話細節的一個程度的話看你自己的把握 當然是越細越好 但是也是受到這個時間的影響 在實際的一個項目中 它不可能去讓你花太多的時間去製作一個角色 所以說你要在有限的時間內 盡可能的去把這個細節給完善 盡可能的去體現出好的一些細節 像在雕刻細節的時候也是有些側重點 對吧 我們一開始肯定是要先把這個重點去放在一些比較顯眼的一些細節上面 那如果是一些比較偏的一些角落的一些細節的話 我們可以在後面如果你有多餘的時間 我們去雕刻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前期的話我們一定要先把最明顯 最需要去雕刻的一些地方先去雕刻好了 這也是項目中的一個經驗吧 像這種角落的一些細節的話 我們幾次都不需要去雕刻 因為畢竟你在遊戲中的話 很少去看到像這種角度 會有一個細節的一個體現 在三號筆刷 標準小細節 再用標準筆刷 標準古奇的折批 在這裡 現在是在畫一些這個手掌內部的這種細節 肌肉細節 畫成這種折皮的感覺 要把這種手掌的這種漏感給刻畫出來 把胸部的細節雕刻 有或是否真正想像 雖然要把腦袋沾上去 从侧面不同角度去看一下这个肌肉的一个体块 是否有体积感 有时候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可能体积感还可以 但是一转到侧面的话 你会发现它太平了 所以说有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手动的去把它给拖拽进去 用移动一刷去把它给拖拽进去 现在的这个细节的话 就会稍微去画一些不太重要的一些地方 但是像这些细节的话 其实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体现一个它一个细致程度的一块 每一个细节都有它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 对吧 关于是处于什么部位 用细节程度越细腻的话 你的这个角色的一个挖成度 给人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精致度就会越高 感谢观看 慢慢的去往上这个上半身的这个细节的一个导渴 现在我们来刻画一下脸部上的这种细节 现在目前脸部的这个细节的话 还是体现的不太好 还有一些结构上面的一些效果也是有些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对它进行的调整 大家看一下我雕刻的时候都会从不同的角度 不仅仅是从正面来雕刻它 经常的会切换到一些服饰图 或者阳饰图 或者偏厚的一个测试图 来观察它的一个结构 有没有问题 把笔刷调小一些雕刻脸部的细节 在结构上还是要去做一些变化 把脸部的这种转折光系加强一下 因为它是比较强壮的一个狼性化 女性化的这个角色的话 它的一个皮肤表面还是比较柔和的 但是像这种比较怪物啊 或者比较强壮肌肉发达的一些狼性角色的话 像脸部的一个转折光系 也是要做得稍微深硬一些 那看起来它一个人角会比较分明 整个体积感 心体感会比较强壮一些 感谢观看 现在这个脸部的细节稍微的比之前会好一些 现在还没有装上牙齿可能感觉比较奇怪 感谢观看